2019年SUV车型 可以说在市场上面大放异彩 而且不仅是相当受到各个族群的喜欢 更是许多的家庭买家的首选 而在台湾的汽车市场上面 如果我们要选择百万级距的SUV来说 这一块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而且在这个级距当中 其实选择也相当的多元 尤其是现在人在买车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主动安全配配上面 到底各家表现如何呢 今天我们要帮大家好好的来分析 究竟你要选择百万级距的SUV 要怎么样挑 怎么样选 那首先我们先来工商服务一下 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朋友真的非常可爱 他来信应该说他提了简讯 然后给我们的粉丝团 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些疑惑 希望能够选择的车款 到底有哪一些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现在目前有的预算是在百万左右 而且想要买一台可能空间运用上面非常好 而且乘坐相当出色的休旅车 而且要以安全为考量 也就是现在的AIDAS 主动安全配备的辅助驾驶一定要有 造型上面也不能够太老 其实更重要一点他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新车 也许二手市场上面也可以来做选择 当然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帮他解答 我觉得看到这位观众他的来信 其实可以猜测得到 当然他没有说他的身份是怎么样 可是我想他年纪应该是还算轻 但是他要么有家庭 要么就是即将步入家庭 因为他有想到 这其实他的问题真的是大灾问 有两个部分都是大灾问 第一个是休旅车 江冠言有提到了 现在市场上休旅车的种类有够多的 然后你说好就算是大概百万左右 我们一般人最容易接触到这个价位带的话 市场上也是零零沙沙 这样看起来洋洋沙沙 所以国产进口也很多选择 十几款绝对有 所以我说大灾问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因为你可能要步入家庭 或者你已经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 所以你需要休旅车这样子的空间 这样子的机能 甚至你也慢慢表示你成家立业的 你在社会上 你也希望人家对你的观感 是更稳重 更成熟 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车子 都是你可能选择休旅车的原因 除此之外 他第二个的大灾问 就在这ADAS这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提过 我们聊过好多次了 这真的是现在当今 2020年的时候最重要的显学 之后的车子 我觉得ADAS配备只要越齐全 这个车一定越有吸引力 那个吸引力不只在于 我们对于像科技控安全控 我们本来就希望东西能越多越好 甚至它对于实际的使用上的帮助 那个你用过就回不去了 尤其是你如果高速公路多 长途多的话 像是ACC这样的设计 或者是像Land Keeping 车道维持这样的东西 它都可以让你的驾驶 注意力不用再那么的紧绷 当然不是说可以不用注意力 我们常常就说 我们每次试那个车子 然后快要结束要还车的时候 就是你要还车钱 然后你是不是经过一天工作很疲累 你就觉得这个系统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能够让你平常在觉得说走走停停的路上 它可以帮助你让你更加的不会说 需要说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然后很怕三宝突然窜出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们之后也会 等一下也会好好的来讨论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分析了这个观众朋友 他的提问之后 其实很多人在市场上面选车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他们可能都会参考所谓的挂牌数字 像我在买车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看看市场上面的反应怎么样 因为其实你的销售成绩非常好 也意味着说 你在二手市场上面的价钱 相对也是漂亮许多 对不对 坤诚哥 没错 其实关于刚才讲很对 就是你如果在新车上面卖得好 然后新车价钱的 价钱定调的很稳定 那你在二手价格 有非常会卖的一手好 很漂亮的一个二手价格 那我们看它今年 去年2019年的 这个累计的销售排名 当然我们这边针对是中型的SUV 那你看当然Rufford这部神车 你看29,739部 那29,739部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概念 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去年我们去年品牌的总排名 Mercy-Benz是第四名 它也是29,000多部 所以如果光用Rufford来整个品牌 整个品牌加在一起是29,000 所以它可以是站在我们的品牌第四名 那它真的很强 那我觉得Rufford很厉害 它今天会卖到这么好的一个配合 我觉得它是实至名归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它一开始上市之后 就因为全新的车子 TNGA底盘 然后就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那在去年的10月 它又马上追加了TSS的2.0版本 就是所谓什么 把ACG换成全数域 它把它消费者有一点点维持的 它全部再一次 在去年的10月再一次补上去 所以这样子只调涨了2万块 所以我觉得TNGA的动作很快 然后反应也非常迅速 它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它就迅速的第一时间回应 所以造就它今天我们说这个神车 跟它的小老弟 Altis只差一点点 大概差1,000步 就可以把Altis干掉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RAV 真的是得到这样的一个 第一有这么多的一个卖量 然后得到这样整个排名的第一名 我觉得是实质名归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名的CRV跟 第二名的CRV15,000步 15,000步当然 这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你说 它大概是RAV的一半的一个量 但是这15,000步 你看15,000步它也可以挤到什么 可以挤身在第九名第四名 它大概跟Mazda的整年的销售 销售量跟福斯的V道整年销售量差不多 对所以15,000步 大家就有那个概念说 你看它等于是一个品牌 像Mazda或V道的一个品牌的总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 KUGA跟Altis这个4,000多部 它几乎是Luxigen 去年Luxigen跟KIA的一个总额 对而且是单一车型 而且它特别是福特的KUGA 它都已经产品的末期了 末期对 它可以卖得这么好喔 对我觉得其实KUGA卖得好 但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它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 比如说祖辈东安全的一个齐全 其实KUGA是最早创新这样的一个配备 然后Extrair它大概去年年底 它开始也推出了一个应战 它也把它的智慧驾驶服务 全部都弄上去 然后把它简化配备 简化车型变成两个车型 专注的去卖这两个车型 所以我觉得KUGA跟Extrair 在去年也交了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像至于你看说 Outland的3900部 Forest的3336部 这两个车系可以说都是 其实就是这两个品牌的一个 当家的一个招牌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在休旅车的市场上面 尤其是主流的中型SUV来说的话 真的已经强压过一般 我们之前认为的所谓的房车 可是我们在选择车款的时候 基本上除了你自己的预算考量之外 很多人可能会考量 比如说你不同的年龄层的用车 甚至于家庭的成员的用车的使用量 来说都要做考量 还有你譬如说你在用哪些的 用路环境来说 这些都是考量之一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罗哥 其实你本身也是开SUV的车款 那你自己本身家里有两大两小 那以你这样的家庭结构来说的话 你在买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考量 当然这个等级的车子 假设我们都是以百万这个等级 这个确实还蛮适合我这个年纪 因为我小孩两个都大了 个子还比我高了 所以我不可能用小车子给他们 载他们嘛 对不对 所以在一个家庭在使用的时候 那个空间绝对是一个你在整个人生成长过程 的考量点 譬如说你如果小孩还很小 小baby的过程中 车子太大不见得方便 对不对 就像Rick一个 车太大不见的 车太大不见的 其实现在目前OK 小朋友还小 对小朋友小的时候的情况 反而是方便的 那除非你真的是 每次出门一定要推车 尿布什么什么通通都带 很多 而且如果你有双胞胎 你是双胞胎 不是 差不多两个都小孩 对嘛 两个都小的 年纪小 对我们来讲 我们又很常有户外活动 露营去哪里 虽然我儿子现在不太跟了 但是我为了要载很多的装备 尤其我们现在自己的小孩 不能跟我们出去玩 我们可以玩别人的小孩 对啦 因为说实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 会去露营的刚开始 都是为了小朋友 都是希望让小朋友 可以接触大自然 所以我们在露营的地 只要有草皮的 白天一定是小朋友 跑来跑去 晚上都是大人在喝酒聊天 都是这么回事 所以其实一个SUV 对你的需求来讲 当然是看你自己 对不对 那载着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子 什么等件事 安全性当然是最重要 对不对 然后再来 我曾经问过一个女生 她说 ROV4你会喜欢这种车吗 她说喜欢啊 好帅喔 她那个造型 我说不是看起来 有点像卡车吗 她说我就是喜欢这种 为什么 不会啊 不会像卡车 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到那台 就像TACOMA 对不对 就是2.5的那个 有越野版本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 对于审美观念也不一定 对 那有的人就说 这一代ROV4的造型很阳刚 男生很喜欢 女生不一定会喜欢 但是我问到的一个女生 她就说 我觉得好好看 好帅啊 所以不一定 所以整个选车 当然是看自己 我觉得喜欢最重要 还有参考一下销售数字 对 咱们